大家好,我是爱迪商 暗黑斯的第六赛季PTR在今天已经开始了 因为设计师说了 PTR头两天都是让大家去测试开荒的部分 也就是新的人物等级系统 还有新的世界难度调整等等 令我比较期待的 其实是这个 隐藏奶牛关以及彩虹关 应该是真的要来了 因为符文之宇都来了 奶牛关应该也不远 很多朋友问我 符文之宇是不是要强制购买DLC才能玩 确实是 但是呢,如果你想白嫖的话 PTR是开放给所有的战网玩家的 你即使不买DLC 过两天也能在PTR里面 率先体验符文之宇 想完PTR的话呢 就推荐我们老朋友 奇幼加速器 能一键下载战网国际服 信任白嫖的话 可以在对话码输入爱迪生 即可领取加速时程 进入奇幼加速按K4 点击左上角游戏下载 就可以满速下载战网国际服 在战网国际服左下角 点击游戏版本 选择公共测试服 就可以下载PTR客户端了 完成之后呢 就能免费提前玩到 新赛季符文之宇等内容了 除此之外 奇幼还支持 暗黑斯世界地图 事件提醒等超多使用工具 还有动态多条黑科技 也能助你稳定连击不卡顿 那PTR呢 是只开放一个星期 想完的朋友 赶紧去下载吧 其实暗黑斯里面 一直有个玩家群体 他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 不是什么刷极品装备 也不是什么刷boss 他们就是不停的 在寻找奶牛官存在的证据 那尽管暗黑斯的设计师 一直都说 那早在之前呢 就有玩家发现 在暗黑斯开放地图的 某一个农场里面 击杀这些奶牛 那潜规则呢 就是只要在666666秒内 也就是7天之内了 干掉666头牛 就有机会掉落奶牛的遗物 那收集其不同的遗物之后 再去凯巴渡城里 找到这几个牛头喷泉 再跟牛头的雕像互动 就可以获得奇怪的钥匙 再拿着这把钥匙 去到地图东边 有个废弃的小屋 开门进去继续杀牛 杀很多牛之后 就可以获得耐力药水 那耐力药水有什么用呢 能不能增加持久力呢 貌似用过的人 都说不行 所以说呢 我也没有去找 主要是我也不需要 然后呢 过了大概10个月 又有玩家发现 只要找5个 不同职业的朋友 在地图上的随机事件中 去翻NPC的尸体 那这些尸体呢 必须是受到贪婪神殿的影响 并且被其他怪物 杀死的NPC尸体 这种设定 也不知道是谁 瞎帽碰上死后 则碰到的 反正你这么做了之后 就要获得幸运币这个东西 然后呢 5个人分别拿着幸运币 来到地图上的这个许愿景 投币 每个人呢 就能分别获得一个 挑战者的称号 而且呢 还可以获得一个厄运之介 属性呢 也没啥用 效果是幸运一击 百分之百几率 失去所有资源 因为这个中老年资源很宝贵 这个戒指呢 我也没有去找了 但是呢 会不会 带着这个厄运戒指 再喝刚刚那个耐力药水 这两个加在一起 有没有神奇的效果 你试过之后 记得要评论区告诉大家 然后呢 这个事件又告一段落了 那以上这两个隐藏事件 好像最终结果 都不是开启奶牛关 着实让你有点失望 那直到现在呢 又有一批中老年挖掘弓 通过挖掘第六赛季PTR的数据包 发现有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生锈的长柄武器 那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暗黑3的玩家都很熟悉了 在暗黑3里面 打开奶牛关的道具 就是一把传奇长柄武器 那只要把这个武器 扔到卡奈魔房里面转化 就可以开启奶牛关的门了 OK那然后呢 他们还挖掘到这四件东西 不寻常的钥匙 生锈的老钟 弯曲的权杖 还有叠叠不朽的宝石 尤其这第四个 叠叠不朽宝石 我相信暗黑3的老玩家 看到这个名字 人都麻了是吧 你们可以告诉我在寒霜洞穴里面 刷了多少次才刷出来 OK那刚刚那个生锈长柄武器 有可能是暗黑4里面 开启奶牛关的关键道具 而这四个道具呢 就极有可能是 隐藏彩虹关的重要物品 那有一说一 这两个隐藏关 对暗黑玩家的吸引力 绝对比加个什么 200几个独热BOSS要大多了 我希望这是真的 OK那这里奶牛关就讲完了 虽然说PTR第一天呢 还没有符文之语 但只要一登录游戏啊 我们还是能感受到 非常大的变化的 首先这个人物选择界面 主题都变成绿色的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 非常的喜庆 喜当爹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左边 人物等级显示 也有变化 上面显示的是 你的人物等级 如果说你满60级了 它就不显示了 它只会显示 蓝色数字的这个巅峰等级 那巅峰等级呢 是全角色同用的 这也是暗黑3里面传承下来的 然后呢创建角色这里 也比以前要好很多 各职业的特色 不仅仅用文字写出来了 而且旁边还有个小视频 就非常的动感 然后呢难度这边 也变成了八个难度 普通困难高手 这几个都很好理解 忏悔难度 这个为什么叫忏悔难度呢 这里写了 忏悔你的罪过 适合想寻求痛苦的人 确实暴雪设计师 虽然能力不怎么样 但格局还是大 非常的坦诚是吧 他们直接告诉玩家 你们花那么多钱跟时间 玩到这个难度了 确实是罪过 要忏悔一下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 不停的刷门票 也确实是寻求痛苦 没毛病 那苦痛难度 就是满级60级之后 通关更高的深层层数 才可以解锁的 那进入游戏之后呢 我首先就发现 设计师把属性压缩了很多 弓墙跟生命都只有四位数了 当然怪物血量也会减少了 那之前都是大几万的嘛 因为装备等级呢 也重新调整了 然后呢就是 当你来到苦痛难度之后 你就会发现 抗性跟护甲都会被减少很多 那到60级的话 护甲要堆到1000才是满的 那虽然说在苦痛难度里面 会减护甲减抗性 但是不要紧 我们的宝石呢 又变大壳了 我们现在可以做红尾宝石了 属性又增加了 比如说一个红尾的骷髅石啊 就有240的护甲 那感觉护甲要堆满 也不是很难 然后呢就是身上的红宝石啊 不是加生命了 变成加力量 这个也非常暗黑3 那所谓的这个暗黑3重制版 应该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细节都是高度还原 那也有朋友担心 新版本多了符文之后呢 会不会背包不够了 其实不用太担心 这个背包啊 永远都是不够的 但是呢 这次设计时还是拟人了一下 背包里面给宝石跟符文单开了一页 那符文在这里呢 是可以堆叠的 那只要把不需要的符文拿去随机合成 那我想这个背包 可能也压力不是特别大吧 然后呢 我现在身上啊 还有很多旧版装备 这些也都是没有用的了 装等是变成540 属性非常低 到普通难度之后呢 玩家就有几率达到800装等的先祖装备 几率不是特别大啊 我像之前版本 你只要到难度4就满地先祖 那我现在呢 在刷60层的深坑 连续刷个两三场啊 都可能看不到一件先祖装备 那有朋友跟我说 大概在70层深坑里面 平均一场掉落一件先祖 这样可能就好一些 而且先祖装备 至少会带一个太古词坠 那我觉得这也算是 对掉率降低的补偿吧 如果你像我一样 刚来PTR穿着全身的旧版装备 应该是可以比较轻松 打过50层的深坑的 那我换了一把新版的先祖武器之后 就基本上可以刷60层了 那还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就是这个巅峰盘 UI做的好了一些 每个加点都变亮了 更加清楚 然后呢 限定了最多只能开5个盘 所以说我们就有大量的点数 可以投放到这些稀有节点上面 那之前我们点巅峰盘的套路 就是每个盘都路过一下 只要相个雕纹 就去开下一个盘 那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子了 而且呢 每个雕纹升到46级的时候 就变成传奇雕纹 最大半径又增加了一格 而且呢 还多条属性 比如说我这个毁灭雕纹 传奇加成是 范围内每5点力量 就给双持玩法 增加15%的伤害 OK 那这次暗天三的重置版 在升级雕纹的玩法上面 也是高度还原了之前的传奇宝石玩法 那我们只需要速刷升坑 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升级雕纹 那比旧版暗黑三人性化一点点的地方呢 就是 如果你刷的层数高 点雕纹升级的时候 是可以跳着升级的 而不是像暗黑三那样 不管多少层 都只能一级一级的升 虽然说现在新版本里面 雕纹最大等级提升到了100 但其实呢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特别干吧 因为我速刷60层升坑 从1级的雕纹点到46级 也挺快的 没有花太多时间 而且刷升坑 怎么都比之前刷噩梦地城要好的多吧 那总结一下 PTR第一天的体验呢 虽然说这个符文之语 还没有上线测试 那各种新职业 新地图 新副本也都还没出 但我还是能感觉到 各种方面呢 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那接下来呢 就等过两天 符文之语上线测试了 我们来看看 能不能解锁什么新姿势 OK那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呢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